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念兵 你和凤族那个小丫头是什么关系 如果你对她有意 还是尽早断了吧 凤族族规 如果能有一丝通融 我也不会变成今天的样子 是你 你妄想我族希望之凤 还引用她违反族规 今天我就要替凤族处死你 就要死了 你还笑 这恰恰说明了凤女心中有我 你让我怎么能不开心呢 大胆 竟敢借入我足希望之凤 凤香姑娘真是急性子 只有你一个 不见得能杀得了我 不错 今天就只有我一个人来杀你 但 不动 凤女都不敢说一定能打破 更何况你 你 那是她不愿求全力 那是她不愿求全力 胜利希望之凤的守护者 为了保护凤女 保护凤族 绝不会手下留情 你非要杀我吗 你让凤女沾染了情感 你 她绝不会回头 杀了我 我好像不怕凤女恨你们吗 我相信 她作为希望之凤 还是分得清淑淑重的 即便她不从 凤须长老也绝不会让凤烟的事 发生在凤女身上 是 你们要对凤女做什么 无可奉告 凤女那边一定出事了 为了快点去城吧 想走 你问我凤香是摆上吗 她来不击败你 是死你都走不了了 损败 今早已诡异多端 太难缠了 你的实力确实不错 可惜 在我面前 只不够看 凤女 你知错吗 不知凤须长老所说何事 念兵 她只是我的朋友 朋友 你当我看不出你们二人的私情吗 凤须长老 我和念兵 真的只是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凤女 你难道不知道 作为希望之凤 要专注修炼 少与人结交 就算不是爱人 哪怕是朋友 也不能神交 更何况 那小子并非我族人 你这样 怎么让我和凤空放心 凤空长老和凤香呢 她一个大魔法师 竟然可以月己施斩魔法 挡下我这个武斗家的攻击 你现在魔法力消耗的速度 是正常情况的数倍吧 现在你已经坚持不住了吧 让你失望了 我的魔法力 还很充分 来 火神的左手 放手 看来你之前在公爵府和凤女的对决 一定隐藏了实力 假意晕倒 告诉我凤女的下落 我就放过你了 就算我死了 你也别想再见到凤女 既然如此 就别怪我手下无情 住手 凤空 我现在不是武圣的对手 得想办法离开 你敢杀我凤族之人 幸好他和凤女相识 不然 就不是晕厥这么简单了 要不是我不愿看到凤须惩罚凤女 敢来接引凤香 怕是又要让你跑掉了 你们凤族 是会为难一个女孩子吗 有本事 冲我来 凤女是我凤族人 我们当然不会为难她 倒是你 处处引诱凤女 罪不可恕 只要你死掉 凤女自然会得到原谅 我算是看出来了 说什么不为难都是假的 虚伪 不肯原谅凤女的 就是你们 还有你们那个腐朽愚昧的族龟 你说什么 我不明白你们的族龟 为什么那么恶毒 非要把两个相爱的人逼上绝路 妈妈和义父是这样 我和凤女也是这样 我心里有她 她心里也有我 为什么要被你们的龟去束缚 你懂什么 我们凤族的血脉绝不容天污 别跟我提这些 凤女是人 不是什么血脉的容器 为了那些可笑的纯正血脉 就禁止她和外人相爱 你们 真的有拿她当人吗 她可不是普通人 她是希望之凤 必须带头守好族龟 不然所有人都像凤烟一样 凤族就要大乱了 有你们这种灭绝人性的规矩在 就算有了希望之凤 你们凤族也根本毫无希望 你大胆 那么远的距离 我竟然都能感受到渐渐的锋利 可来只能使用内招来对抗了 你生疼吧 火球术就想拦我 火神针山 尽命 火神针山 好机会 火神针山